来来来 你看这么简单的一个设计你们都会做啊 今天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啊 就是这所有的一些风格 只要让顾客去看 顾客都特别最喜欢 今天要为大家去分享一下啊 也许咱们每一家不管是工作室 还是有的也好 都有很多很多一些特样 也都有很多很多一些风格 不妨可以这样去设计一下 第一 客户 你要清晰的知道我要拍什么 第二 摄影师看到之后 你要清晰的能知道 我要去给顾客拍摄来什么 给大家去详细再解决一下啊 这个是一个光影的一个效果啊 利用了这个八张照片的频道一起 然后写一个名字叫梦之章 竟然也是老婆的一个系列 这个方法的话是一个夕阳 特别是适合现在的一个技巧啊 因为它天气也比较小 再让它这个阶段 就是太多的六十化 能够可以围绕它的光线 以来去拍摄一个光影 如果是可以 这个方法的话是一个这种高定的 一个光影 拍摄的时候 尽量也能够了一个滑面感 滑满度 打起了 不管是背景的 还是半天还是传说的 还有光影 可以在拼到一起 最终靠度非常强 这种环杂幅的话 其实你要减刀的话 它就是两个细胞 同时的两个毛带都带的一个 这个横过的 你可以带上一个 可以用两个手的 把手的颜柜 让它这个套给 更年轻化 高定的话这个就是 灰色的底部 然后这里的拍摄会更简洁一点 这也是属于一个 老法式田园的系列 这是一个潮台的 终于的 中国和汉族的 处美化的 黑色法式的 这是一个烛光的一个效果 别发呆 看我造型谁哇塞 哎 bro 快过来把保鲜 就像这几种风格的话 我觉得 只要是放在咱们家里面 只要是放在你们的一个基本系统上面 或者说你们给客户去参考的 推荐一些风格 然后学员中特别的变化 你所拍摄的一些物体物体进行比较平均化 好 那再不会做这个模板的时候 评论区或者私信网 我给你们画一次 咱们这期从最简单的里面 下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